哈喽大家好,我是Terry,欢迎大家来到Kiraki Design 我知道很多designer都希望自己可以出来做全职的非蓝色啦 但是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不打工的话会不会吃草咧 那么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 成为一个全职非蓝色前,你需要准备些什么 如果你是第一次浏览我的频道 我最主要就是分享一些设计领域的相关知识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设计创业学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不要太过急着直接出来做非蓝色先 尤其你是刚刚毕业的 你现在必须要做的当然就是打工先啦 因为这个阶段对你来讲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看看,你借了顾客的job的时候 因为你的经验不足而导致一些design 又或者是printing上的事物 到时候你必须要付出代价是非常的大的 金钱啊,时间啊,google对你的印象通通都会没有掉 而且很多事情都必须要你出来打工之后 才会发现跟读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在打工的时候呢,就尽量抓紧机会学习更多设计以外的事情 比如installation啊,printing啊,公司的运作模式啊 有机会就不要放过,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加了解 公司到底是怎样去赚钱,怎样去操作的 因为当你是一个freelancer的时候,就等于你自己就是一家公司了 怎样去管理,怎样去和顾客谈生意 怎样在printing material或者是finishing上面给顾客更好的意见 都是非常大的学问 这些呢,都是你在打工的时候可以学到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先借一些比较简单的freelancer job啦 比如business card啦,flyer啊,banner等等 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开始 那么再来呢,那就是当然要做好你自己的personal branding啦 现在网络时代都降终了咯,你还在等什么 开始在一些instagram啊,facebook啊,behouse啊 去分享你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到你是做设计这一行的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是在平台上面找设计师了 如果你还在等啊,顾客都给人家抢完了咯 不过,选顾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啦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我做了大概有两三年了哦 我怎样才算准备好咧 其实很简单,首先那就是要找到对的supplier啦 怎样才算是对的supplier哦 那就是要地点靠近,service要好,有责任,有经验 最重要是愿意跟你分享很多printing方面的知识 那你想看看啊,如果你的距离跟supplier是非常远的 当你要去了解一些finition又或者material的时候 要沟通又很难,又浪费你的时间 是,现在可以用电话拍video 但是有很多东西咧,还是需要你自己亲眼看过 亲手碰过你才知道顾客要什么鬼东西 还有,如果你的supplier的service不好的话 又没有责任感,做出来的东西又乱七八糟 那么你怎样跟顾客交代 这样子顾客一定又可以跟你讲说 啊,你做到这样的垃圾出来啊,我不要给钱呐 那么也有人讲了,我有经验了啦,我又supplier了啦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出来做全职的飞兰社不用打工了 诶,等一下啊,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飞兰社的开始就等于你不稳定的收入也开始了 你没有足够的顾客群的话,你生活很快就会撑不过去的 到时候你就要准备去吃草看看是什么感觉的啦 所以,在你决定炒掉你老板的时候,你飞兰社的收入必须要足够维持你的生活 又或者是接近你目前打工的工资 最重要的是你现在的存款可以让你在没有任何收入情况之下撑过半年 因为你必须要做好那个月是没有收入的心理准备 记住,如果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的话 你要做飞兰社,想都不要去想先啦 打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么,想要成为飞兰社的你,还有什么最担心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哦 是上面留言订阅它 就像个小沙子有个组戇 ин同楼关精的na 所以,如果你ρί有 contains的 然后 你的 claro 本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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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d